我的夫君上京赶考时 被温柔香绊住了脚 那个色意双绝 自视甚高的清官 旁人千金也难买他一笑 唯独看中了我夫君陆湘直这个乡下来的穷举子 四月暖阳里 陆湘直撞远游街时 他倔强地跪在街中 将自己的身气捧过头顶 浑身不装一物 肃静地如一朵出水芙蓉 连那些粗粒粗气的牙翼 都不忍心去赶 他若不认 这姑娘就白给人睡了 自己攒钱赎身 得罪了妈妈 只能去下等窑子了 嘖嘖 可惜了这白灵姑娘 真是个清白干净人 那个叫白灵的清官 攒了一千两银子 给自己赎了身 而我 陆湘直的正头妻子 正为了五文钱 跟人争得面红耳赤 将瓜娘子 你相公重状元了 趁我不备 那召老太婆拎起将瓜 跑得飞快 这老贼婆 我跺脚叹了口气 将瓜娘子 你快去街上看看吧 我在围裙上擦了一把手 推着将瓜车往家走 小姑牙儿一边帮我推车 一边唧唧喳喳 嫂子 我割中了状元 以后买花给你带 再给你挣个告命夫人 以后咱们再卖酱瓜 那老太婆不敢坑告命夫人的钱 我喜滋滋地抿了一下嘴 笑道 嘴贫 看才子游街的人很多 人群乱哄哄的 我紧紧抓着小牙的手 点起脚张望 就看见那个跪在路箱指马前的姑娘 我站在街边 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穿红挂绿 高头大马的状元 是我的路郎 也并不知道这位素衣姑娘与她是什么关系 只看到我的夫君好像被太阳晒软了心 自马上对她伸出了手 二人共成 周遭一片叫好和起哄声 贺喜的人快踏破门槛时 我回到家 却是那个素衣姑娘 殷勤地迎来送往 端茶倒水 将贺礼和情帖都规制得井井有条 仿佛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看着我一身粗布衣衫 手中又无鹤里 她心下明了 笑道 你是哪家派来的丫鬟 还是哪门的亲戚 众人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有几个路箱指的寒窗就有 想替我说话 却被路箱指母亲慢悠悠地拦住 白玲姑娘 这是箱指乡下的表姐 不等我辩驳 婆母冷冷看我一眼 捂住了鼻子 这位白姑娘 温柔闲静 出身名门大家 有些人想当状元夫人 好歹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如今配不配 我看见了婆母 抬起手帕时 露出半截金镯子 恐怕是白玲姑娘才孝敬的 而她口中的大家名门 也是露箱指有意为白玲的身世遮掩 她以为她儿子飞黄腾达 便有的是高门贵女 上赶着倒贴 说话间 露箱指正走进来 她看了我们一眼 就皱起了眉头 白姑娘只是静静站在那里 就温柔地像冬日的月光 而我身上粗布木簪 还有酱菜卤水的味道 可那又怎样 我嫁来前 露家人还没有片瓦遮身 她露箱指走的功名路 是我东寒下属 一淡淡酱菜送到大儒门下 为她求来的 我平静地看着露箱指 一字一顿 露箱指 你告诉这位姑娘 我是谁 露箱指犹豫着不敢开口 只说 阿竹 白姑娘真的很可怜 我心下了然 白灵姑娘见状 忽然给我跪下 扬起头缝上一盏茶 绝强又带着炫耀 姐姐 露郎她认我 众人瞧者气氛僵住 忙打哈哈 以露兄的才华 贤妻美妾 早晚的事 嫂嫂贤惠之名 乡里乡亲都有耳闻 怎可能容不下人 芽儿小心地握紧我的手 往我身边靠了靠 不安地唤我 嫂子 谁是你嫂子 露母抬手一个巴掌 打得芽儿一个猎浅 芽儿肿着脸 不敢帮我说话了 我站在这里 看他们你一眼我一语 将我的头一点点摁低 看露箱指眼中的愧疚一点点 变成巨傲 露箱指被一群看热闹的人 轻飘飘捧上云端 阿竹 你一直想为沈家女政个告命 可这殊荣 只有我能给你 我冷笑一声 当初我沈家信守婚约 不曾贤贫爱妇 欺你孤儿寡母 这一间茅屋 我嫁来时 头顶还没有半片瓦 我不辞辛劳 集山中里做酱菜 冬日手指军裂 换来大儒收你入门 四年我带婆母如生母 三餐是急 你母亲常刁难 我没有吃过一个葫芦饭 如今临现限制上 也是我四年如一日供养陆家 教养小姑 侍奉婆母正来的贤妇之名 与你陆相执何干 陆相执哑然 连看热闹的人们都安静下来 我挺直几倍 目光如炬 字字如钉 我修班昭德 不愧天地 你罔读圣贤书 有眼无珠 陆相执 你配不上我沈明竹 那和黎叔并着欠条 轻飘飘两指 这四年 我为陆家挣来的银子 一年三十两 四年一百二十两 陆公子的欠条我收下了 雅耳哭着拉我的裙摆 嫂子 你傻呀 眼见者到了享福的时候 你不理他们不就好了 下价吞金 上价吞针 我已经过了四年 陪敬金银的日子 还要再过着吞针自苦 穷相走到黑的后半生吗 陆相执迟迟没有落印 等我低头服软 我会封侯败相 而沈明竹你被修后沦为笑柄 就会后悔 今日意气用事 只要你求义求我 白姑娘愿意作妾 你还是风光无限的状元夫人 我裙摆的污渍 斑斑点点 都提醒她 她曾经有多落魄 而白灵姑娘迎风弄月 如一捧心斋下的雪兰 趁她风光正得意 那白灵姑娘警惕地盯着我 生怕我反悔 姑娘 一个抛弃糟糠之妻的人 绝非良人 白灵正正地看着我 抢遍道 陆郎说过 我和你不一样 我跳得最好的六腰 你只识种瓜烟菜 我会行最雅的飞花令 你只值讨价还价 我年轻貌美 干净清白 不与你有什么差别 侍奉婆母 相夫教子 我样样都不会比你差 她抬起头时 我看见她脖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 她不知道 我早听说过她 这个姑娘本来不叫白灵 后来沦落青楼 傅家子要逼肩 她一条白灵上了吊 被救活了 又吞金 又用笔手抹了脖子 老宝见过烈的 没见过这么烈的 想了想 便取了个混号白灵 倒打出去了烈女的名声 顽固子弟们无事可做 便生出了一曲 还做了个妆 看谁能不靠抢逼横压 只靠甜言蜜语 真金白银拿下这青楼烈女 捧高了拿下了 再把她狠狠摔下云端 踩进泥里 看她吃看她疯 见惯了狂风浪蝶 她以为被狐朋狗友拉扯着进花楼 羞涩失措的陆湘直是良人 殊不知 囊中使人羞涩 诈父令人失措 我不知该笑她天真 还是该怜她无助 那我助姑娘趁心碎意 也助陆大人平不清云 事实证明 陆湘直看走了眼 我拿了和黎叔 离开陆家的第二天 来往说没的人 将我的酱菜摊子堵得水泄不通 昨日看热闹的人 将壮阅狼羞气遭康期 另取昌门女的故事 编了个全套 叫灯娘传 唐离员在河上包下画坊 一一压压地唱 这沈家女儿都是贤名在外的 不是得了牌坊 就是入县制 俗话说 欺贤夫祸少 我那儿子不成器 非得要个贤惠媳妇 才能挣家风 只有那没见识的破络人家 才娶个夭夭调调的主母 没人将鸣铁垒在摊上 不少公子顽固之流借着买酱菜 偷偷打量我 凭他们怎么没良心 我只认嫂姿 雅儿赖在我酱菜摊子不肯走 点起脚看那些明帖 她不识很多字 却看中一个 偷偷拉了拉我的衣摆 嫂姿 我看到个好的 我利落地把菜摩好 头也没抬 只要是喘气的男人 再好也不要 嫂姿 这个喘不了多久了 我听见那方明帖的客人 倾咳一声 我一震 抬起眼 却看见一个眉目弯弯的匍妇 穿得体面又齐整 像是哪个大户人家的管家娘子 我认得她 她在我这儿买了七日的酱菜 沈姑娘 我家夫人托我来下聘 雅儿将明帖翻来覆去 疑惑地皱眉 旁人写郎君才高貌美 这帖子写无儿狂被病毒 旁人写郎君多福多寿 这帖子写无儿十日无多 这位哥哥都快病死了 还要娶媳妇吗 酱菜桌上十定金百开 黄灯灯地照亮人眼 我家少爷病重 娶亲衣来 为了冲喜 二来少爷性子怪诞 妇人说 全京城只有沈姑娘心性坚韧 治得住她 说到这 那妇人左顾右盼 偷偷凑近 低声道 圣上都知道 我家少爷活不过三年了 谢国公府家的二少爷 姑娘略打听就知道 可不敢欺君 我家三小姐定得又是宣王的亲 将来为寡嫂求一纸封告 也不是难事 这三年 姑娘和少爷各过各的 将来有钱有闲没男人 这日子岂不舒心 说实话 有点心动 但我不想再赌一次了 我将那金子推了回去 谢夫人好意 我这摊子虽小 也够我和雅尔吃喝自足 被我回绝 那谢家仆妇不弃也不恼 依旧每日笑呵呵来买菜 将自家二爷的名帖放在一旁 倒是雅尔 半个月不曾来我摊子上 我以为是陆母管遮她 不许她乱跑 却没想到 这日下了大雨 我收了摊子 就看见雅尔倒在门口 她浑身烫得怕人 嫂姿 我好疼 大夫说 雅尔这是百日咳 送来得太晚 四五日都没退下热 买药看枕如银子入水 一日日看不见底 雅尔常发热试睡 偶尔醒着的时候 就拉着我衣袖哭 嫂姿 我娘不管我 你也别管我了 我不想拖累你 那天 我以为我要死了 才想来看看你的 她哭累了 又围着我沉沉地睡了 陆母并不喜欢雅尔 骂她是浪蹄子 见胚子 陆湘直对这个矮矮瘦瘦 畏畏缩缩的妹妹 也没有伤心 同村的姑娘能穿花不拗 雅尔的破棉衣 补丁打了又打 薄得像老黄纸 我嫁进陆家那天 雅尔撞起胆子拦住了我 衣服单薄 她的警告也显得单薄 你要是敢欺负我 我就让我割休了你 我过门的第三天 用陪嫁的红布 给雅尔做了件大红袄 雅尔抱着大红袄 愣神了很久 哇的一声哭了 从那以后 雅尔就死心塌地地跟在我身后了 起初陆乡侄并不喜欢我 陆母对我也是多半刁难 但是母亲自小教导我 为父者 必要恭顺孝敬 不可令家中多声口舌是非 陆母骂我懒怠 雅尔便为我在陆乡侄面前辩解 陆母见不得我和陆乡侄亲近 雅尔便扯谎说 没有独处 她也在 陆乡侄的喜好性子 雅尔也偷偷告诉我 我哥爱吃面食 人穷还好面子 这四年有雅尔 我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我不能不管她 我接下了谢家帖子 我不要聘礼 只要谢家能治好她 谢家请来了宫里的太医 药材也舍得用 雅尔的病一天一天好转 我接下了谢家二郎的名帖 要改嫁谢家的消息 已经传得人尽皆知 隔壁唐梨园的灯娘传 已经唱到 为救小姑灯娘之身似虎狼 我作者听那花旦眼波流转 愁如幽兰契路 一座南球 倒是便宜了我们摆摊的 隔着水 听了个拳 人们看了 又骂壮月郎 又骂谢虎郎 然后来我摊子买点降卦 叮嘱我 再难 也要将日子好好过下去 也有不速之客 使路相直 他拦在我的降卦摊子前 你要嫁得谢无恙我认的 原先在刘山仁那里 我就与他颇多不对付 先生也不喜他狂被乖张 刘山仁是连州大儒 曾为皇子讲经 心就两党皆有意拉拢 此官不受 闲居赫山中 看花饮酒为乐 我寒暑时挑酱菜上山 为他集山中理监察 换来他将路相直收入门下 况且你木讷无趣 不懂风雅 他很快就会厌弃你 我看着路相直 竟然不知道他是从何时开始 这么看不起我 明明他曾在我父母去世时 在坟前发誓 绝不纳妾 好好待我 明明他也曾熬夜替人抄写 赚些钱为我买一支银钗 说自己得贤妻 三生有幸 连那船都是谢无恙的戏班子 养戏子粉头作乐 你看看自己 又不是什么天人之姿 他娶你 不一定是真心 多半是想与我过不去 正说者 那画坊遗传靠岸 却见那花旦隔着一水 倚兰笑得花枝乱颤 路公子未免太看得起自己 听到人嘲讽 路相直不悦地回头 却看见是位千娇百媚的女娘 话也软了些 不然姑娘以为谢无恙为何愿意娶一个下堂妇 她懒懒地看了路相直一眼 又将笑意落在我身上 人人都说娶妻娶贤 可没嫁过来 谁知道那女子贤不贤 你其贤惠 我就娶了 我正正地看着眼前这花旦 才发觉她身形高大 只是刚才作者 才看不出 路相直才发现 眼前是她的老对头谢无恙 恼怒道 谢无恙 你扮成这下酒流的样子 也不嫌丢读书人的脸 沈明竹 你都听见了 她娶你 不过是想跟我过不去 我看着眼前穿戏服 扮花旦的谢无恙 心里也开始没底 当初路相直和她同窗 同我说 她是锦绣堆里长大的纹裤 十岁的谢无恙 神童之名 已经明满京城 十四岁玉前一手谷体妇 燕京四座 圣上赐了鹅官伯代 十七岁上赫山 败入刘山人门下 所有人都以为她将来会入朝为世 前途不可限量 她却在十九岁那年大病一场 醒来聚床做官 鸡盆儿歌 说自己梦中染病 活不出三年了 既然活不了三年 索性痛快度日 从那以后 她就疯魔了 再不读书 只好游乐 作宴曲 画春宫 若是来了兴致 也复分唱戏 同下九流私混 从那以后 再没人提起少年天才谢无恙 只有顽固 流氓 无赖 登徒子谢二郎 谢家真以为我能让她走上正途吗 圣上曾让我选花鸟屎入宫 任凭什么人间角色 月宫仙娥我都见过 心也不曾起波澜 可当初赫山见娘子换杀吉水 惊差不群 一见难忘 我被她说得双甲滚烫 低下了头 谢无恙涂着粉面桃塞的油彩 笑眼如水波盈盈 谢某觉得 这么好的姑娘 不该过这么坏的日子 谢家送来的礼堆满了院子 我租下的住处 与路相执意接之隔 那送礼的队伍吹吹打打 从街头连到巷尾 一眼望不到头 雅尔没见过好东西 小心摸摸这个 看看那个 小生问 严婶婶 这是给我嫂子的聘礼吗? 我才知道 那个来我摊子的仆妇是管家娘子 姓严 见雅尔伶俐 严娘子笑了笑 这不是聘礼 是我家二公子单送姑娘的 颜纸衣裳为姑娘添妆 燕窝恶骄为姑娘养颜 陆香纸脸色很不好看 因我当初嫁她 聘礼只有两卷红布 三两银 因她料定谢无恙娶我 并不是真心 不过是与她过不去 想看笑话 如今谢无恙单送的礼 就趁着她寒酸破落 听到燕窝恶骄 陆母眼底泛着金光 那么多的燕窝恶骄 她吃得完 一日为母 终身为母 只要我开口 她敢不给 那白玲姑娘站在一旁 嫁入陆家后 她多了几分憔悴 想必陆母当初罚我占规矩 伺候汤药那一套 也在她身上过了一遭 看着城乡的衣裙首饰 她眼底有一丝羡慕 但怕陆香执不悦 低下头去 我家公子知道沈姑娘心善 送来四个丫鬟婆子 伺候 炎娘子到底管家多年 说话也免礼藏真 咱们府里下人比不得别人家 嘴上多少没规矩 若有人打歪主意 也别怨下人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丫鬟们规制了礼品 只剩最底下一箱 谢无恙叮嘱要我自己拆开 那是个精雕细琢的契合 比桩珍珠翠玉的盒子还要精致 打开却不是什么装饰 只是文房四宝 宣州纸 灰州墨 湖州笔 端州燕 想到谢无恙说的 她曾在赫山见过我 我心底一动 难道那日我在赫山所做的事 她都看见了 出嫁那日 雅尔很舍不得 却又为我高兴 嫂子 我虽然没见过她 却觉得那些家哥哥是好人 傻雅尔 人家几碗甜汤就把你收买了 丫鬟们炖焦燕窝 雅尔也跟着吃了半月 脸上都有肉了 雅尔扶开 我捏住她肉脸的手 很认真地看着我 阿主姐姐 我不要叫你嫂姿了 虽然我真的很想让你当我嫂姿 当一辈子 可我知道你嫁给我哥 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娘和我哥都不是好人 别人都夸嫂姿你是贤富 可是我觉得你过得并不开心 我见过你在鹤山底下的石头上 蘸水写字写诗 见过你站在学堂外听了很久 也见过你 偷偷拿我哥的课页来看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真正的阿主姐姐 一直都被嫂姿藏起来了 虽然别人都说谢家哥哥不好 虽然我不认识谢家哥哥 可是我那天看见了红盒子里头的东西 我就觉得谢家哥哥 应该也见过真正的姐姐 我正正地听完牙耳的一番话 竟然红了眼圈 笑骂她 又从哪里听来的道理 牙耳摇头 笑得得意 我阿主姐姐聪明 把他们都骗过去了 那又如何呢 人家为我贤良之名 将我取进门 日后也不过是带着治贤妇的面具 行将就目地活着罢了 临线沈家速来出贤妇 不少得了牌坊入县制 人人夸赞 其实未出格前 我原本也很不规矩 沈家那些规矩训诫听者那么离谱 小时候的我 以为是姑姑们 不如我聪明 才被骗了 怎么出嫁 就成了没脾气的空心人 吞下所有苦水 还要装出笑脸逢迎 后来阿娘告诉我 人的嘴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是世上最坏的东西 沈家女世代经营的名声 既是枷锁 又是服务 我从前并不懂 只知道我败坏了名声 以后沈家女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就像如今 我和陆湘之合理 若我没有个好名声 怎么会有人对我伸出援手 我摸了摸雅尔的头 雅尔聪明 但是骗别人 不要把自己也骗过去了 若是世道对女子苛刻 为了活命低头 是不要紧的 但万万不能 从做奴才的日子里 品出甜头 一切礼毕 我端坐屋内 攥紧了膝上衣裙 满石灯灰映着红影 明星惶惶 盖头下 谢无恙的脸凑近时 满屋顿时湿了光彩 眼前她一身大红喜符 明明卸了油彩 反而更浓郁夺目的一张脸 那喜符勾勒出她宽肩窄腰 总让我想到那日画坊上 她扮花旦也是千娇百妹 谢无恙勾起唇脚 如得了堂的孩子天真一笑 呀 阿竹是我娘子了 卸了装饰 她懒懒地往身后一躺 见我还正经危坐 伸手勾住我的腰 顺势一定躺下 望着头顶红杖 我不敢大意 便问她 明日什么时辰为婆母敬茶 正说着 谢府的管家娘子已经过来 言娘子隔着门笑着传话 老爷夫人说了 家进来已经委屈娘子了 不必敬茶 不必问安 潜在库房 无事勿扰 我不大相信 拉了拉谢无恙的袖子 管家应酬 侍奉羹汤 我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些都不要你操心 你只要陪我吃喝玩乐 不可能 阿娘从前就教导我 世上女子出嫁 便是告别了女儿家自在无忧的日子 寄人篱下 若是还像在娘家一样举动自专 便会被人指指点点 甚至被婆家休气 更何况 我并没有幻想过 嫁给谢无恙 会过上很好的日子 还有呢 有是有 可你都能做到吗 能 谢无恙忽然把脸凑上来 指了指自己 笑得无赖 亲嘴睡觉 我忽然觉得头有点痛 我好伤心 谢无恙枕着手 长叹了口气 本来就没几天活头了 还不给亲嘴 我实在说不出亲嘴两个字 不知道她是怎么甜不知耻地挂在嘴边的 你活不了很久 是真的吗 娘子希望我偿命吗 自然 天人 谢无恙一眼就看穿了我 哎 我知道 娘子也盼着我早死 不是这样的 我并不了解你 大多是听过你的传闻 说你浪荡顽固 如果真如传闻所言 我不盼着你偿命 我坐起身子 叹了口气 可我如果全信传闻 对你未免不恭 娘子竟然不从传言里认识我 她撑折守孝 那我自当努力 不让娘子失望 谢家要我 是希望我能管束你 让你专心读书 落个好名声 我懂了 娘子希望我读书是吗 我点点头 那我认真读书 就能亲嘴吗 能不能吗 谢家请出刘山人和谢无恙要正经读书这件事 一下就在京城炸开了锅 连圣上都打去谢侯 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当要看看她家二郎能学出个什么名堂 谢二郎要读书 如今登娘转庭了 连宫里娘娘们爱看的缆书装和曼簪花都没有下文 我在她桌上翻到了词本 才知道这些火遍京城的戏文都是她写的 夏日长 风吹过回廊 竹影摇晃 和尚戏本资 那些唱词尤绝满口生香 谢无恙懒懒地将书盖在脸上小妹 不掩得意 快夸我 没空夸她 我要去为刘山人备饭菜 从前路相直在鹤山 我常常一日两次上山为他们送饭 刘山人夏日要吃冷糟鱼配芡食百合粥 都是费功夫的菜 我起身要走 谢无恙却勾着我的腰带 顺势将我揽进怀里 说好的 要娘子陪读 不然我看不尽书 我又羞又恼 要推开它 不是说清 亲嘴就行了吗 不行 谢无恙很无赖地笑 阿主有求于我 自然要听我的 刘山人的脚步近了 我软了下来 好 我在隔间听者 不行 要在我身边谢无恙撑者手 不然我听不进去 说实话 刘山人讲学 我是想听的 当初刘山人收弟子 入学考题是半雀诗 我挑着酱菜上鹤山时 一路搜长瓜肚琢磨了许久 终于得了两句 晚上 当我把那下半雀诗写给陆湘直看 以为他会赞我的才学 他没有夸我 只是冷冷地看我一眼 就为了这个 今日你送饭才晚了 从那以后 我再不和路相直 说诗词了 若是有了些灵感 我就站着泉水在西边石头上写几首 石头上的诗不是被水冲过 就是被太阳晒干 无人得见 无人会知 也无人会讥讽我 鹤发白然的刘山人看见我 汗首一笑 又看见谢无恙 脸黑了一半 叹道 若不是禅婶娘子做的菜 老夫也不会来出这个眉头 我生怕谢无恙言行无状 得罪刘山人 可谢无恙神情恭敬 李树周道 并不像和我在一起那样胡闹 他躬身行了拜师大礼 又拉过我在拜 晚生谢某前身狂辈 不知天高地厚 如今求先生教诲 晚生与七审明竹一并拜入先生门下 刘山人蔫须不语 我害怕刘山人 以为谢无恙是在侮辱他 或骂我不守复道 可刘山人不看他 只严肃着脸问我 你可知读书不是女子的本分 无朝堂仕途的路给你走 无人会知晓你的才学 即使这样 你还要读吗 这一刻 我无法骗自己 即使诗词如实上水 片刻无痕 我也想尽善尽美 我想 这是我十九年来 说的最不规矩的一句话了 那好 这拜师礼得要全本的登娘传 你师娘想看缆书庄 怎么这七夕前得写完一本 刘山人点头 只是无恙的名声 又不好听了 名声 我最不要的就是名声 谢无恙扶起我 笑道 比起来坏名声 世人的夸奖才叫可怕呢 夫子留了课页 叮嘱我看着谢无恙 谢无恙写得好戏本资 却做不来正儿八经的文章 我为他起了个头 莫干了也不见下文 我站在一旁 握着戒齿 无奈地敲了谢无恙的头 先生已经讲了三遍 还是听不懂吗 他一把揽过我的腰 仰起头 笑得无赖 听不懂 想亲嘴 好歹写出这天在 我要推开他 谢无恙忽然皱起眉头 捂着心口 娘子 这里好痛 我的手顿住了 生怕将他推坏了 趁我低头不背 他将我揽入怀中 只一仰头 他的唇如蜻蜓点水 浅尝辙止 他唇上染了我的胭脂 平添几分艳色 我看见他眼里 分明是得逞地笑 熙熙 亲到了 我气得要打他 他倒像个狗皮膏药 顺势将脸贴上来 要打就打吧 我不信娘子舍得打死我 谢无恙和我胡闹 没人听见丫鬟通传 说陆公子和白玲姑娘来了 丫鬟站在外头 低头抿嘴 笑了不知多久 直到我听到身后 陆湘直恼怒的一声 沈明竹在哪 我被谢无恙搂在怀中 只看背影 陆湘直没能认出我 陆湘直记忆里的沈明竹 惊差不群 举止端庄 是母子里抠出来的贤妇 如今眼前人 晚发的是朱差 穿的是撒金蓝裙 又与谢无恙不成体统地在书房胡闹 甚至他脸上 还沾了我的胭脂 哪有一点沈明竹的样子 你找我娘子做什么 谢公子风流 成婚半月 就有心欢了 陆湘直冷笑 我问沈明竹在哪 后厨 还是你厌弃了他 撵出去了 我从谢无恙怀里回过头看他 陆湘直愣住了 他站在竹影里 脸上的情绪晦暗不明 他死死地盯着我 从我唇边的胭脂 到华丽的衣裙 最后落在谢无恙拦住我腰的手臂 那张银票在他手中 一点点钻紧 见他动怒 白灵姑娘的脸色一点点暗淡下去 谢无恙悠闲事小 在我井上蹭了蹭 娘子 他说他找你 我看不出来吗 陆公子有什么事吗 这是一百二十两银 我如今不欠你了 我很诧异 他才中状元 圣上还未受官 他不识俸禄 哪来这么些钱 陆湘直将那银票递过来 谢无恙却不依了 一副男女大方的样子 男女瘦瘦不侵 交给丫鬟就行了 看着吊儿郎当的谢无恙 陆湘直巨傲地抬起下巴 谢无恙 你这般不求上进 荒唐度日 迟早有一日会拜光佳业 谢无恙笑嘻嘻地搂着我 我才不怕 我有天底下最好的娘子养我 陆湘直走了 谢无恙才收了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认真地看着我 我会做很多事 书画篆课 唱戏作本 挑水交园 不论到何种境地 我都买得起最贵的胭脂给娘子 所以呢 买得起胭脂 所以可以亲嘴一个布房 又让她偷去唇上几分颜色 不喜欢谢无恙是一件很难的事 她会写下我诗的注脚 说要集成一侧 她会穿最艳丽的红衣 如跳跃的烛火 望进人的眼睛里 她会兴冲冲地跑进屋子里 带起珠帘乱如鱼角 捧上我随口提到的朝野栗子 认她百般是好 认我如何心颤 我始终戒备着 不敢把心交付 我怕太多东西 怕她负心 怕她短命 连雅尔都会问她 嫁给你 阿竹姐姐才过上了好日子 可是阿竹姐姐这么冷淡 谢哥哥不会觉得不宫廷吗 谢无恙轻轻弹了雅尔的脑门一下 就算没有我 我的娘子也可以过得很好 她能养活自己 她会把日子过得漂亮 再说 我要对她好 关她什么事 雅尔隔着窗冲我几眉弄眼 日子过得快 一转眼是奇巧节 这天下了雨 戏班子排上了缆书桩 连灯娘传已经唱道 孤舟苦海 困兽毁不该 我握着此本问谢无恙 路相直如今至得意满 还有家人在侧 为何是困兽 又何来孤舟犯苦海 谢无恙只摇头 说 那是很不堪的东西 阿竹一个字都不要听 今年八月多雨 刘夫子喜居山中听雨 连课业都松了许多 京城没有什么大事 南方几个郡县发了水灾 有崔尚书利剑 圣上点了路相直 携同赈灾 路相直此时当真是风光无限 历刃状元炭花 大都要在朝中熬上数年 如今朝中有人提携 平不清云 只在朝夕之间 雅尔得了空 常常来我这里跟我念书 这一日天阴沉沉的 似乎要下大雨 雅尔哭着跑来 求我舅舅白灵姑娘 我和谢无恙赶去时 却发现路家已经围了一圈人 白灵姑娘披散着头发 拿了刀底在脖梗上 肿着眼睛 满脸是泪 她哭得说不出半句话了 路母一身绫罗衣裳 手腕上戴着纸头粗的金镯子 悠然坐在一群婆子中 宛如看戏一般 磕着瓜子 你去死啊 装什么贞洁裂负 吓唬谁呢 旁人不明所以 路母指着白灵 笑道 这个婊子骗我儿子说丛梁了 如今我儿子不在 她就在家关起门来做生意呢 白灵拼命摇头 哭得几乎呕出心来 她将手臂掐得轻紫 才喊出一句 是你儿子把人领来我房里 这句话如水入油锅 激起一众议论 路母脸上撑不住了 伸手想去扯白灵的头发 你自己做妓女 还要泼我儿子脏水 我儿子可是状元郎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当初也是她勾引 我儿子才修了发漆 众人被猛地点醒 纷纷附和 是啊 她路相直读的是圣贤书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眼前路母穿得体面富贵 白灵捧头垢面 歇斯底里地哭喊 白灵手里有刀 路母不敢靠近 止不住地骂她疯了 一个疯女人说的话 是不可信的 她歇斯底里地崩溃 人们也只当听个笑话 这个笑话比戏文唱得荒唐 说 路相直一开始是要娶她 虽没有三书六聘 却总是带着她赴宴 她自然是相信自己被爱着 因为她会跳最好看的六腰 会写最雅的飞花令 因为她虽然生于淤泥 却守住了干净清白的身子和心 她与世间所有女子一样 值得被爱 而她的路郎 可以为了自己休憩遭康期 使她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直到宴席上 尚书之子崔礼对她出言轻狂放浪 路郎却陪着笑脸 那崔礼便是当初要逼尖她的富家子 她不知被灌了多少酒 惊醒时却看见崔礼拉扯着她的腰带 她声嘶力竭地哭喊路郎 求她救救自己 一门之隔 路相直没有应声 漫天大雨中 只有门锁清清和尚的声音 落在心上如雷 她说 明竹为我请来大儒 供养我读书 我自然爱她 她说 白玲 你出身又不比她清白 我凭什么爱你 我能给她什么呀 我只有这身子 够她踩着灯高漫天雨水劈头而下 将她的心焦得冷透 哭累了 手中刀子置在地上 凌然有声 白玲返笑了 我真傻 我为什么要寻死 都是卖 我卖给她路相直一个子不直 不如卖给旁人 要她痛悔终生 她素衣赤脚 走进雨墓里 巷子幽深 像一条不断下坠 看不见底的深渊 不是这样的 不该是这样的 一步错 不能步步错下去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却又说不上来 尚书之子 昌门猎女 坠落云端 平步青云 有个可怕的想法冒上来 我竟然觉得 从己被窜出冷意 如果这不是就封尘 如果白玲从一开始 就是路相直的投名状 二人楼里相遇 白玲以为得遇良人 就已经落入了路相直的陷阱 那日状元游街 白玲羞涩又勇敢地捧上这一声 路相直在马背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那只身气 她看见的不是一个女子一生只能赌一次的情意 而是一张名利场的入场券 她以为坐见自己等于坐见了路相直 殊不知这也是路相直最后一局 亏见旧日枕边人最优微的暗处 我止不住地颤抖 谢无恙扶住我 头一次叹了气 那是很不堪的人 阿竹不要响了 一转眼 北风紧了 路相直南下回来 直到白玲回春风楼挂了牌子 并没有波澜 这些日子外头不太平 朝堂里暗流涌动 不少大臣尚书弹劾崔尚书 言辞兼指向南下赈灾一室 有贪末之嫌 听说路家也常有官差出入 但在我和谢无恙这里 灯娘传最后一出喜团圆 才是头等大事 戏服灿若名霞 谢无恙扮女相 竟然比南庄更夺目 几次让我看正 别乱动 我为她勾胭脂 落笔处养得她不安分 总眨眼看我 唱戏是很不规矩的事 娘子不劝劝我 规中妇人要出诗集 也是很不规矩的事 这些日子数往寒来 灯娘传快完结 我才发现一年光阴已过 留给我和谢无恙的时间 还剩两年 她曾于赫山下 看见那个不为人知的我 我也想看看 那个不为世人所容的她 娘子知不知道 我一开始是很讨厌你的 我谢无恙 自诩狂傲孤僻 瞧不起 盈盈狗狗的世人 也讨厌你这样规矩无趣 浑浑噩噩活一辈子的人 就像留夫子的学堂里 满口求真致之的读书人 不过是想寻黄金屋和颜如玉 我与他们同处如坐针毡 只觉得虚伪的可笑 活在世间与我而言 如带枷锁 如困暗事 我深厌世人 也深厌自我 那一日 我从赫山下来 正想着是薛发出家 还是隐居深山 或者寻个绳子吊死 可我见你顶着烈日 蹲在西边写诗 那些诗片刻无痕 无人会知晓 可她甘之如頤 我没有旁的想法 只想太阳这么大 该为这个姑娘撑把伞 千年暗事 一竹即名 娘子 我有一事想和你坦白 不等她说 外头已经催她登场了 我在台下的暗处望着谢无恙 却一个不防 被人从身后捂住了口鼻 不等我惊呼 下一刻粗利的绳子已经勒住了脖梗 陆香植嘶哑的声音 在我耳边 明竹 是我 这阵子南下震灾 崔尚书被查 里外风波不断 她受了很多 阴郁得如一条饥饿的蛇 我活得好累啊 明竹 我们一起去死 好不好 陆香植将我死死摁住 那绳子一点点收紧 我拼命也挣脱不开 她长叹一口气 像要认真找出那颗脆了毒的真心来给我看 白灵的事情你听说了 就该知道 我深爱你 从未变心 巨大的恐惧将我整个射住 挣扎间我碰到了花瓶 我以为正来一线生机 可花瓶碎裂的声音 恰好被满堂喝彩盖住 快窒息时 我看见那个火红的身影 跳下高台 奔我而来 我几乎要落下泪 小心 她有匕首 我捂着脖梗 跪在地上不住的壳 鹿香植做困兽之斗 谢无恙将我死死护在怀里 一众恋家子的五声 制服了鹿香植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 都要与我过不去 鹿香植被摁在地上 眼底几乎滴出血 从来没人看不起你 是你看不起自己 谢无恙 我最恨你这种人上人 你们生来什么都有 又怎么懂我寒窗苦毒的辛苦 怎么懂我 不得不低头辅救 不得不被裹挟着 恨人上人 还是恨自己不是人上人 谢无恙冷笑 阿竹 雅尔 白玲 你又何曾把旁人当人看 几个小丝匆匆去请大夫 我怕得浑身站立 谢无恙将我拥在怀中 轻声哄着 我却摸到一手温热 愕然抬头 却看见她心口阴湿的血色 她受伤了 我慌忙去扶她 才发现她肩上和后心都是伤 谢无恙 你别吓我 我的眼泪止不住落下来 我怕看不清她的伤 又胡乱擦干 别哭了 娘子 反正我本来就要死的 谢无恙苍白着脸 努力扯起一个不以为意的笑 还好没伤到你 何况根本不痛 她话没说完 就昏了过去 陆湘直身陷淋雨 而陆母大悲大喜 在衙门口哭闹时 中了风 一命呜呼 只剩雅尔跟在我身边 谢无恙昏迷了半月 大夫说伤不及性命 可她却迟迟没有醒来的迹象 我衣不解带地手遮她 为她喂药擦洗 我心中愧疚 可谢家人并不怨我 说谢无恙本就有顽疾 何况她甘愿救你 屋内安静地只剩下雪的声音 原来没有谢无恙 安静是一件很怕人的事 谢无恙惯会把日子过得热闹 今日下了大雪 天地皆是白茫茫一片 前些日子 冬至那天也下了这么大的雪 谢无恙说 她用曼簪花的细本资换来陛下一处梅园 此时红梅开得正好 谢府上下房里都送了满瓶的红梅花 唯独回来自己房内时 怀中空空 只有梅花香气将我拥了个满怀 丫鬟们还抱怨她 好糊涂 连娘子的奋斗忘了 我并不在意众人分走的梅花 只为她拂去一间风雪 捧上热茶 怕她受了风寒 谢无恙眼睛亮晶晶地 偷偷将我拉上马 裹进厚厚的湖球里 那是漫山遍野红梅 绚烂得如同雪上的火在烧 她受了寒 不住打着喷嚏 还不忘炫耀 给他们的只有一点点 这些通通都是你的 被谢无恙喜欢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她给的都是明目张胆的偏爱 当初和路相直和离 我并不那么勇敢 我从踏出路家门那一刻就在害怕 男人要那切 多么名正言顺 我容不下妾室 是善度藏奸 我怕诗人会把我说得那样坏 颜娘子和我说 少爷回去熬了一个通宵 写了这登娘传的前三回 第二日变演 来听戏的 连茶水费都不要 狂辈如泄无恙 向来不在意在人世间临上一场雨 但仍愿意为我撑伞 可我对她从来吝啬 我无数次梦见谢无恙醒来 窗台下 她一身红衣 用折扇轻轻敲我的头 弯下腰偷看我 真哭了 被我骗到了吧 或是在午后 一世苦涩的药器中 听见她甜蜜蜜地唤我娘子 可是醒来 她依旧躺在那里 那双一笑一撑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过 刘师娘和我说 赫山有山野村衣 用药古怪 却有一套 孩子 赶紧收拾收拾 我替你家去一趟 那人本领了得 让她看看药方 指不定改改 天俭些 就有望了 我冒雪赶去书房 将谢无恙地就药方理好 外头不知在吵闹什么 你要改嫁 我听见身后门被谁跌跌撞撞地推开 身后那个声音带着一丝委屈 像这半月无数次幻听和梦境里 最真切的一次 我回头望去 天地间巨势茫茫雪色 唯有她在眼前欣赏 谢无恙骨节分明地手撑着门框 才堪堪站住 她只穿了一件单衣 一头长发散乱下来 趁得她久病的脸更加苍白 我正正地看着她 那些药方纷纷从手中滑落 她身子还弱 喘息间急促地喝出薄薄雾气 却偏要逞强再问一遍 你要嫁谁 在她支撑不住前 我先一步奔上前去 紧紧拥住了她 眼泪如湿 静得眼尾发疼 我听见自己又哭又笑 不嫁 除了谢家二郎 谁也不嫁 雪停了 仪式要香 原来是师娘要改药方 谢无恙倾咳一声 我梦中听着什么改呀嫁的 还以为你要改嫁 又气又急 就醒了 我低头抿嘴一笑 可想到了她的寿数 又黯淡下去 师娘请来的神医 医术了得 不出三日 谢无恙已经饮食自如了 我依旧担心她的救急 便问神医可有办法 神医一愣 却恍然笑道 黄莲尖水 吃满三年 顽疾可遇 只是黄莲就能治病 娘子去问问二郎 就知这方子管不管用了 黄莲其苦 谢无恙抱着药碗 只一口眉头就紧紧皱了起来 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谢无恙 竟然怕苦药 一副黄莲 她交代了个底儿透 我觉得人间无趣 活着无甚意思 本来想去死的 可有许多事要做 打赴棺材 勘选墓地 择一吉日 可不都要时间 我便装病 定了三年死期 倘若三年里 我寻到什么由头活下去了 总归棺材放着不坏 迟早能用 见我沉遮脸 似乎生了气 谢无恙小心地去拉我衣脚 我本来那天就想和你坦白的 谁知道昏迷了这么久 黄莲尖水 那是很苦的药 我 我不要吃 那我喝完 能亲嘴吗 见我哄不好 谢无恙扁别嘴 又视死如归地看着那药 不亲就不亲嘛 那么凶干什么 这药苦得要命 不信你尝 不等他说完 眼前竹影轻化 谢无恙骤然睁大了眼 攥紧了身下锦背 显长胭脂色 两心相照实 千般苦楚不绝 万籁济然不闻 见我笑眼盈盈 谢无恙竟然红了脸 将头都要埋进被子里 那我好好听话 乖乖吃药 我正纳闷他怎么忽然这么听话了 就听见被子里雀跃又小声的一句 嘻嘻 病好了 就跟娘子亲嘴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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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